反對自駕遊 反對自駕遊 單車行人優先 單車行人優先 二十幾個團體和多個政黨發起遊行 反對越港自駕遊 主辦單位說有近千人參加 他們拉起橫額 高叫口號和唱歌 示威者由銅鑼灣行人專用區出發 遊行到今中新政府總部 有單車愛好者 踩著單車遊行 擔心兩地駕車文化不同 容許內地人來港自駕遊會 威脅交通安全 你知道我們香港 已經用了那麼多時間 叫我們停車適時 叫我們不要駕車 我自己都不駕車都要用這個方法 那為何還要放那麼多車下來呢 香港是很小的 我們不是不接受 而是做不到的 香港的交通網絡是很全線的 我覺得不需要自駕遊 你坐地鐵 坐巴士去哪裡都行 另外 自由黨十幾名成員 在今中政府總部外請願 主席劉健儀說 過去港人自駕北上 較內地人南下多 不一定要實施兩地對等配額 我們真是一國兩制 上高一國是地緣廣闊 它的交通安排是自然不同 過去現時的狀況 都是在商業方面 我們上去的車輛有二萬部 下來的車輛都是得二千部 換句話說 就算下來在商務方面 我們都是因應那個環境 而是控制有關的數量 他建議政府考慮取消 讓內地人以自駕遊方式來港 香港福民電視記者何鎮營報導 香港福民電視記者何時